2022年我聽到最多的歌 都是回自己的歌 《難道我還未夠彈》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對我來說 是一個強心針來的 亦都給予到很多能量自己 所以我每一天都會聽著它 起床又聽 睡覺之前又聽 都是一首為自己打氣的一首歌 希望都可以為你們打氣吧 《難道我還未夠難》 《每天送還已是極難》 大家都要大願期盼